三十四 新快報 北京路創建4A景區邀里設計旅居月秀區推出北京路精品旅遊路線 遊走半天 感受兩千年文化 2015年7月22日 城市A14 鄧藝副北京路報行街 新快報記者下世艷涉約周源林主警、王志丹食坊和胡迪漏計時棄模型 王志丹食新快報記者鄧藝副廣州市月秀區此前醞釀創建國家4A級旅遊景區北京路文化旅遊區 昨日 該區有關部門舉行了新聞通氣會 向社會徵集景區的旅居設計 同時推出了精品旅遊路線 打造一條半日北京路穿越兩千年的文化綠道 新快報記者昨日走訪該線路 為讀者描述即將變身的北京路文化旅遊區的風貌 23項工作整改提升北京路在昨天的新聞通氣會上 廣州北京路文化核心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王衛國介紹 目前 北京路國家4A級旅遊景區的新報範圍為西至教育路 昌興街 北至中山五路 廣為路 延伸至南越國江柱為止 城王廟 東至文的路 延伸至萬木草堂 中方文德 南至衛福東路 文明路 總面積約0.36平方公里 他表示 創建的目的一時以此改善 提升北京路的旅遊、生活、營商環境 二時將分散的歷史文化景點資源集結在一起 形成品牌效應 北京路事實在廣州美在花城的最好在體 王衛國回憶說 二十年前他江大學畢業來廣州工作 就經常框北京路 這麽多年過去了 這裏仍然充滿了活力 我們希望將他打造成全天候 適合任何年齡的人的萬生活勝地 王衛國告訴新快報機者 根據旅遊景區質量等級管理辦法和旅遊景區質量等級的 或分和平定的相關規定要求 景區創建工作包含標誌道向系統與logo 遊客中心、公共廁所、景區官方網站、垃圾分類管理設施、原林景觀美化、 安保反恐、監控與廣播系統等共二十三項具體整改提升工作 由精品景點傳承文化六道新快報記者了解道 北京路擁有全國重點民保單位3處、省級重點民保單位4處、市級重點民保單位7處 而全國的開放式國家4A級旅遊景區並不多 只有哈爾濱中央大街等幾家、同時集景點、商店、機構於一體的景區更是絕無僅有 所以擺在月秀區有關部門面前的是一條探索之路 對此,月秀區有關部門策劃了一條S型的精品旅遊路線 將萬木草堂城黃廟南越國光柱為止老字號一條街千年古道為止、千年古樓為止、大佛寺千年水閘為止、若洲為止等重要景點串聯在一起 並在今年暑假組織有600人參加的公益旅遊活動 我們希望廣州市民對北京路文化旅遊區出謀獻冊 昨天,北京路文化核心區管委會發出了此番邀請 該管委會表示,即日起向全社會公開蒸集景區旅遊舊設計作品 最有作品將獎勵人民幣五萬元,北京路188號物業及為福美食花街將同期展開招商改造工作 老字號一條街二旗也飲進,北京路188號物業即已關張的一家老酒樓 因爲它位於為福美食花街的街頭,改造目標是建成粵菜博物館式的標桿餐廳 而為福美食花街將把路面改造成臨時性商庭,成為不落幕的美食一條街 探營原著這條路線框北京路昨日,新快步記者按照粵壽區有關部門策劃的精品旅遊路線 走訪了北京路文化核心區的若干葛著名景點,為讀者來北京路框街探營 萬木草堂,1891年有康有惠、梁、W等建惠學堂,後成為武術變法策原地 成王廟,與萬木草堂隔條馬路,他爭士名稱時期嶺南最大的成王廟 現在可以看到大殿裡再入吉尼斯紀錄的開天闢地金色七華,南越國江柱為止 與成王廟相倫的南越國江柱為止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江苑為止 也是廣州2200多年城市發展的歷史見證 在規劃中,它將打造成北京路文化旅遊區的地標景點 老字號一條街,以北京路北段為中心,延伸擴展到中山四路 廣維路、廣大路、昌興街,街內聚集了太平館 新華書店、潮州匯館、皇上皇、錦泉眼鏡等年 H. 老字號企業,即將紫秀其張西礦 重點是北京路北段西直的昌興街,千年古道為止 為止地壓著唐朝之民國時期共十一層路面 這是北京路上人氣最旺的區域,兩側有最繁華的商鋪 大佛寺,此建於南漢,重建於康熙三年1664年 近期在建鳥藏經閣等建築,即將開放 戒時期廣場章與西湖路、北京路連城一體,千年水閘位置 位於光明廣場的地下,是南越國,約公元前203年至111年 都成潘雨城的水利工程,是我國目前年代最早,規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木構水閘位置,計劃將加大導遊指示 增加開放時間等,約周為止,它位於教育路86號 是南漢的王家園林,按規劃,它將與鄰近的勞江書院 南方劇院等打通,資訊徵集北京路文化旅遊區 本公開競賽活動,尋求能蠟燭廣府文化原地,千年雙刀核心的區域總體定位 著眼於北京路地區深厚的歷史文化內涵和豐富的文化元素的優秀作品 以從蒸集到的作品中選取六件以上,各獎勵人民幣一萬元整 並確定最優作品一件以上,各獎勵人民幣五萬元整 所有設計方案請以電子稿形式發自郵商BJLWHHXQGWHAT126.com 資訊電話8334萬8406 暑期來北京路旅遊區公益由7月下旬至8月,舉辦遊走北京路 穿越2000年2015年北京路文化旅遊區暑期公益旅遊活動 組織在廣州市就讀的小學生200名、中學生200名、以及外地遊客200名 總共600人參觀之名景點,有意者可通過中國國類、新浪國類官方網站 或相關門店報名參與。